今天我们的讲完有三牧师 我们要不要给他掌声 Hallelujah 谢谢Koge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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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少少补充 刚才的家事里面提到我们高雄的短孙 我们一年有三次去高雄福音教会有短孙 有三个家序都会叫做牵头 或者叫做班底 所以在11月周三家是班底带领 欢迎所有弟兄姊会参与的 Amen 所以我们大家有份 啪啪你跟他说 我和你也有份 Amen 今天很感恩 记得这段时间我们一直都在讲一个题目 叫做 欣尚 什么 佳恩全因为你 今天我们先到让方第一章一段经文 预备一二三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 我们都领受了 而且 欣尚佳恩 一起说欣尚佳恩 欣尚佳恩 Amen 是的 我们有很多的欣典 有基督的欣典 欣慰 对不对 我说过 关于欣宠 对上一次说 欣典的记号 对不对 什么欣典的记号 就是生命里面有些是借恩 凡事都要借恩 Amen 大家请问你 今天有没有见到班牧师 在哪里 咦 好像在这 好像不在 有没有留意 今天班牧师有什么不同 大家有没有留意 今天有没有拿拐杖 你知道他本来完美要做手术 现在不用做 本来要拿拐杖 现在不用拿 Hallelujah Amen 有很多欣典 本来他痛得不能走 上个月 但是一直为他祈祷 本来有一个医生 说 你要立刻做手术 波罗过来 幸好他没有空 越来越去越不到 然后有医生 回了我们第一堂 还去看 其实你不一定要做手术 然后神的欣典 在荃湾有一个基督医生 帮他针咎一下 然后鼓励他 我们为他祈祷 感谢主 我刚刚带上去看过中医 他说 很感恩 包罗斯金 不用拿拐杖 Hallelujah Amen 所以神的恩典 弟兄姐妹 我们很多的事情 在生命里面 都有恩典 Amen 你的生命 是不是感恩的生命 可能有挑战 可能有很多状况 但你知不知道 我们的神是像福气的神 Amen 像恩典的神 Amen 所以我们有恩上加恩 今天我很想在我讲到之前 因为说到恩上加恩 恩典的记号 很想邀请一个弟兄 来分享他的生命里面的一些经历 大家都有些挑战 但是我几个星期之前 他跟我分享他的生命里面的一些状况 坦白说 我看到他在额头做着恩典的记号 所以今天想借大家掌声 欢迎Andrew Hallelujah 他来跟我们分享见证 他今早第一课说了 他说人生还没有回到第一课 还没有这么早起床 很好 他家人也来了 给点掌声 他家人在哪里 在那里 好似是吧 爸爸 欢迎你 好 他说有点害怕 Andrew 鼓励一下他 Hallelujah 各位弟兄姐妹 我是Andrew 其实从去年开始 其实我也有些不开心的事情 已经发生着了 其实去年可能父母的关系很差 令到我的情绪都陷入谷底 刚好太太也在那个月份那里消灿了 令到我很愤怒 很生气 对神 对人 对自己 都很生气 很不开心 所以我就用自己的力量 我就远离教会 真的不靠神 我用自己的力量 可以撑开了 撑到很远很远 去到很远 但开始神就工作了 现在回想起整件事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由二月至六月 其实每个星期 我就会发烧的一次 直到七月了 真的受不了 太太说叫我去医院 那次就是发了三天高烧 我没试过 大个人成年之后会发几天烧 那么 医生就建议我做个检查 那么就发现了呢 我有这个甲状腺癌 那么 发现这个癌症 其实是很偶然的事 因为 那粒子其实很小的 那如果不是因为 持续发烧 我不会去做一个 详细的身体检查 那么也都不会 就是有 就是知道神 在我这件事里面 放了很多恩典 其实太太呢 已经是 当时我发现癌症 已经是 又有了五个月 那么 就是对她来说 其实都是一个负担 她要担心多样东西 而很不幸地 在二十三号 确诊我脚脏腺癌之后 那两天 就是七月二十五号 医院打来呢 就是我的外父 就是她爸爸 肝癌亦都复发 那一件事可以在三天里面 就是 就是发生 就是 有两个家人都是这样 那造成她的压力很大 那 其实 很深刻的 是我二十三号的时候 当我知道我有癌症的时候 那 有一个画面 就很 很 深刻印在我的脑袋里面 因为我就是靠自己的力量 自己 很拼命的工作 我太太其实勸过我很多次 不要这么做 就是不要说朝八晚二 这些时间 那我就实在 顶不上 就寄程于工作 我连做运动的时间都少了 那我本身是一个 自由联系的 的 设计 教小朋友做运动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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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自己的压力很大 自己输 书压的方式都没有了 那 令我幻想今次这个癌症 我太太就 打了我三下心口 流了眼泪 而我妈妈 即使关系不好 她知道我有事 即刻都过来找我 那 两个我生命里面 很重要的女人 都是一起为我流眼泪 那一刻 那感觉是很差很差 而我太太打了我几次 在胸口里 痛不痛 但是胸口 里面 内心那种痛 是 远超上像 那一刻的感觉是可以记一世 那 那 这件事里面 为什么我说很感恩 很多殷念 就是当我知道这件事之后 我很快就找一个很好的医生 去帮我检查 也安排做手术 也都是 本身我心里很生气 一些东西 我也都因为家人的 很悉心的照料 我是放下了 那 为什么我说很多殷念 比如 举例说 其实很多教友 我以前的教友 我帮我主训的医生 全部 或者我学校的老师 每天都去不同学校 原来背后很多人帮我祈祷 很多天使 也很多人跟我不同人的口中 跟我说 你这种癌症 很简单 很容易去医 你不需要担心 也都帮你太太 站起来肚子 那 但是 就算有人祈祷 心都很凶 好像刚刚掌路在我们歌唱完之后 就说了一句 就是 神给你的平安 是超乎你 超乎你 超乎你想象 或者是 好得如其来 那我就躺在手术室 那我不断在那里唱 唱回我以前一首很常唱的诗篇 那就是我带南球队 就是教会南球队必唱的歌曲 我要向高山举目 那我躺在那里看着 啊 好 就听着自己的心跳 那神奇的事就发生了 推到我进手术室 医生就问 陈先生 你有没有什么要问我 没有 我们就开始了 那一刻 我回答完母亲 我只是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很紧张 然后突然之间 那姑娘就看着我 即是真的很近地看着我 她问 你是否享受的 知不知道一个人享受 我说 为什么会这样问呢 因为原来我妹妹就是叫Joy 原来她是我妹妹中学的四党 即是在这个时候 我很紧张 很紧张的时候 神又安排到一个天使在我旁边 拍了我两下肩膀 放松啊Joy哥哥 做完手术你就没事了 那我就 起床 即做完这个手术 第一眼又去看他 看这个天使 我就 哇 做完了 那个心是很安稳 那种平安呢 我相信 是真是神的 神的工作 我才会有一个平安 去面对了这次的事件 我太太照顾我 和我外父的途中 其实都进了几次医院 都很多谢神 很多的教友 帮我祈祷 令到她可以很平安 因为我的孩子都仍然继续平安 那做完这个手术之后 医生就都会有些指数 告诉我 譬如我切了甲状线之后 那个丐指数呢 本身别人说是1.5至2 做完手术 正常的事件是2至2.5 我记得很记得我睡在病床 她说 你漂亮得爆了 2.35 那我 真是感谢她 Amen 整个手术是很顺利 也都 之后再看回那个肿楼 原来只是差0.1cm 我就会 可能已经去到淡巴 真是很感恩 而这件事最大 令我很感恩的就是 神叫我回转 就是有一个很生怒的心 就是变成去回复 要先煮闲 不要再靠自己 好像我先前那样说 我可能和家人的关系很差 我爸爸就很少会回教会 但是 在我做完手术之后 和三牧师讲完之后 三牧师就邀请我过来讲见证 那我就吃饭 一天吃饭 和我爸说 喂 我9月9号来讲见证 你喜欢过来听 那之后 那之后 因为我和爸爸讲的 就是语气也是 平时都是这样 可能比较差一点 估不到他第二天跟我说 是不是9号 我拿定假 他现在就坐在那里 很感恩 就是我一年前 可能我没有想过 我和爸爸的关系 就是 会和好得那么快 可能我自己还是很不开心的 但是 竟然是透过这件事 神赐我一个回转机会 一个家人的机会 重新回到神的身边 所以我也很高兴 很高兴 很开心 另外有一个金句 想分享给大家 透过这个见证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死骨护肝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喜乐的心 就算无论遇到什么困境 都要有一个喜乐的心 多谢大家 阿们 谢谢主 那你现在的身体可以吗 可以的 未来会再 肿瘤科医生 看看 需不需要做多一个 额外的颠粹治疗 对 感谢主 太太呢 太太怀孕 那方面 太太 现在好 大家看看 太太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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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比较害臭 也好 幸好 因为其实 讲见证前 还有些事 她又进了医院 很幸好 昨天出院给她 帮助治疗她 平安 孩子都平安 感谢主 遇产期是什么时候 十二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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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为这个家庭祈祷好吗 祝福 爸爸 陈先生在这 陈先生在这 祝福你 儿子跟你越来越好 好吗 孙子又乖 好吗 你知道 摩哥的工作 就是偷舌 撒害委患 有时两夫妻的关系偷舌 两代的关系破坏 但是呢 主耶稣的应许 说她来呢 要使我们生命更丰盛 不单止就是 赚多些钱 而是 最重要是健康 平安 又喜乐 又满足 一家人齐齐整整 又有恩典的 明白嗎 所以好吗 我们都不如为 Andrew 为他一家人祈祷 好吗 不如我们一起起床吧 如果是 Sylvia 陈先生 叔叔 前前后后 我们可以举起手 向着你的家 也向着Andrew 好吗 我们感谢主 主耶稣 我们真是 多谢你的恩典 多谢你的恩典 我们呢 人呢 有靠自己的力量 有时候好像Andrew 哇 八之二 心里面呢 有时候都会猛争 看到一个环境 有时候都会生气 有时候主 我们都不懂得 怎样回应 但是主 你是有怜悯 你让Andrew 回转 你不要他的心 真是被魔鬼去骗 去蒙蔽 傷害了 和家人的关系 主 我求你祝福这个家 过去的事 要成为过去 祝福这个家 是的 一切呢 就是 魔鬼的偷窃 杀害 或者要停止 基督的恩典 要进到这个家的里面 哈利路亚 是的 真的 母腹中的BB 要平安 要健康 是的 懷孕的过程 都要有恩典 保守 真的 孩儿的出生 保守Andrew的身体 是完完全全的 全然得医治的 全然的健康的 是的 不单身体要健康 家人的关系都要健康的 过去的一切的东西 都要忘记了 主 你说呢 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祝福家人的关系 家人的生活 是的 给他整个家人都有平安 给他整个家人有喜乐 多谢耶稣 是的 我们都要有感恩的生命 有这个恩典的记号 在这个家里里面 求你遇见你同在 祝福陈生 今天来到我们当中 耶稣基督的恩典 耶稣基督你的祝福 临在他身上 祝福临在他身上 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都有这份 在基督里面的恩典 愿与恩惠 奉耶稣的名祈祷 阿们 Amen 给她一掌声 谢谢 真的感恩 Amen 真是感恩 每个人 我们都会有不同的状况 但在基督里面 是有恩典 而且 如何 欣详 佳人 Amen 喜乐的心 娘虞 忧伤的灵 使得我们会枯干 魔鬼的工作就是这样 伤害我们的信任 伤害我们的关系 但在基督里面 我们可以恢复的 可不可以讲阿门 我们越来越好的 所以帕帕你旁边跟他说 耶稣爱你 祝福你 更多恩典 哈利路亚 今年讲关于恩典 恩上阶系列 今天和下次有些新朋友 有些新朋友有些挑战 今天的信息 今天的信息和下次 我会讲关于恩高的信息 有没有听过恩高吗 有没有听过恩高吗 那恩高是什么呢 你看我便知道 恩高不一定有 肥高一定有 OK 但是呢 如果你可能是新来朋友 可能今天的信息 对你轻轻有些重量 但是慢慢去认识 有些认识 请大家帮忙 谢谢 但是呢 我很想为什么都要说呢 因为近年 或者这段时间 在教会里面 都常常会说 哇 某某人有恩高啊 怎样啊 那些恩高又会转移 好像那些武林高手 那样 那些武功就传在你那里 或者摸一下某些人 因为有恩高啊 所以我很想藉着这两次的讲道 去厘清一些 我们对这一个熟灵的观念的认识 有一个呢 就是关于恩高的一个教导 所以连续两个星期 即是两次啦 今次和我下一次就讲到 主要讲到 关于恩高 行不行 所以今天呢 第一次呢 我们叫做恩高的认识 一起讲我们要认识什么呢 恩高 那是什么叫恩高呢 那我们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喏 原来呢 这个字和这个 或者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东西呢 有一个观念 你看 正正式式 如果用中文圣经呢 就是我们关于恩高的 等等 首先了解一下 有没有人 你从来都没听过 不太明白什么恩高的 举一下手先 都听过的 但是又不太明白的 有没有 哈哈 如果真正用恩高 你查一下这些 就是圣经那些 现在有很多apps 你读恩高两个字 他搜寻了经文 其实来来去 就一版 一版都展示出来了 一版都展示出来了 我们先读一读这两段经文 预备一二三 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高 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 常存在你们心里 并不用人教训你们 自有主的恩高 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这恩高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们要按这恩高的教训 住在主里面 如果真正这两个字 恩高夹在一起 只有五次而已 就是这里看完了 这五次是讲什么呢 其实讲这个观念 或者讲这个题目 其实是不止的 原因是有些翻译的情况 未必一定用恩高 有时会用高末 这个观念出来 所以新译本就会用高末 或者有时就这样用一个高字 所以我就会今天帮大家去厘清去学习 在英文的圣经的观念叫做 anointing 或者unction 有没有听过anointing 有没有听过anointing啊 会有这种 好似的 但是呢 有时读了 就不一定明白是在讲什么 你们觉得 哇 这个是不是一个神秘的力量呢 有某些信耶稣得来的人 就是恩高多些 有些又恩高少些 有些就好像 就是你练习武功 你练到第几段的那些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 在这个观念里面学一下 其实 你觉不觉得自己有恩高的呢 你觉得自己有恩高的 就举一下手先 有些笑笑口 又看着 有些就很决定的举手 有些看着别人的举手 就跟着别人的举手 其实是什么一回事来的呢 那我们今天来清一下 好吗 首先要理解一下 原来恩高新药的圣经 很多时候都是用旧药的圣经来讲的 好吗 整个原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 高这一样东西 恩高高末这一样东西 原来是一个生活性的事情 所以有两个层面都会发生 一个叫非宗教层面 一个叫宗教层面 可以吗 非宗教层面 就是很简单 所以恩高就是把东西抹在东西里 那为什么要抹在东西里 有时候有油 有时候有不同的东西 要抹在东西里 第一个层面 叫做保养 一起讲 叫做什么 保养 用油抹盆牌 或者有些木 要油一下 你知道 那时候有些建筑物 都会用一些木 做门 做不同的那些 都要油一层东西 保养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试过 你家里有些铜 铜 或者银 氧化了的时候 你就找些东西 抹下去 抹下去 有没有这些 所以第一个非宗教 就叫做保养 如果你买一只锅 回来 家里以前老人家说 一买一只锅 不要用 要塗些什么上去 塗些什么 是做什么 这样以后这个锅 更容易用 有没有听过 所以保养 第二 就是做什么 美容 就是说是什么 美容 也是保养你臉的一份子 对不对 你要沐浴 膏沫 所以说 就是洗完凉 塗些东西 所以现在很多人 先洗完凉 塗些东西 你看看其中一个皇帝 大卫王 他在地上起来 淋浴和做什么 膏沫 都是塗些东西 在身体上 这些是当时 家境好一点的人 他就会这样做 有美容的功效 所以今天很多姐妹 天天都高抹自己 用一些不同的牌子的东西 早又高抹 晚又高抹 中间吃完饭 又再高抹一下 也是 有他的意思 第三 就叫做什么 医疗 医疗 原来那时候用膏 抹上去 或者用油桌也是 用油 他说要用酒和油 抹在伤口上 消毒 和防止他受了感染 所以有一个医疗的作用 还有这个很明显 有什么作用 煮食 煎饼前 抹在那些地方 抹在饼上 抹在一些石上 要烤的饼 所以有一个煮食的作用 还有一个很厉害的 叫什么作用 防腐 一直说防腐 耶稣 他记得 他去钉十字架之前 去了一个地方 叫Bethany 白大尼 遇到玛利亚 玛利亚就是 波克兰的那个 叫珍拿达的香膏 记得吗 好贵的 这么浪费 犹大就说 耶稣说 不是 是为我 安葬之日传流 原来那时候 有些人离世 为了去保存 身体 都会有些香膏 有些防腐的东西 在那里做 所以也都是 照犹太人 遵葬的规矩 就会有些香料 包裹着身体 所以就有这些 不同的用途 可以不可以 这些都是非宗教性的 那好了 去到原来 都有一些宗教 和宗教的信仰有关系 所以我们看 犹差域的 耶稣 对不起 摩西 领袖 耶和华给他的律法 有很多 都跟这种 所谓的高末有关系 如果大家看《旧药圣经》 有很多 所以你会明白 第一 有功用是做什么的呢? 主要有两个层面 有两个层面的功用 还有在这个功用后面 有一些人 或者有些遗份要处理的 第一个就是 告诉我们 受高是神圣的礼仪 一起说 受高是什么? 神圣的礼仪 原来当时 神圣的礼仪 对 你要和以色列人说 这个油 是细世代代为什么? 高油 聖高油 一起说 三个字 聖高油 原来中文里的聖 是神圣 聖的 聖的 行不行? 高和油 是两样东西 原来 本来是油 其实很明白的,你今天做一些按摩油那些,都做一些Oil Base, 原来首先他用青橄榄油,大家明白吗? 有没有去意识你了? 看到一些橄榄有点滚啊,压榨啊, 原来第一回合的橄榄油叫做青橄榄油, 平时你去街市买的那些,金黄色的那些不是最静的, 最静的那些叫virgin olive oil, 有没有听过virgin olive oil? 即是那些最鲜最嫩的那些,橄榄油呢? 如果大家去我们黎巴嫩,我们的中心, 回来的那些番茄就是用青橄榄油去祝福的, 所以大家支持一下,OK? 那些橄榄油加一些香料,圣经教导的, 乳香、抹药等不同的东西,那些成为高油, 本来是油来的,但是加了香料就成为高油, 并且祝福成为圣高油,行不行? 好了,这些高油是有作用的,要调和, 将这些高油插在身上,要有一些神圣的礼仪, 而这个神圣的礼仪,当时有一个熟灵的功用, 我们读一读,第尼未记讲了,预备,一二三 摩西用高油,抹草莫和其中所有的,使他成成, 又用高油在坛上坛了七次,又抹了坛和坛的一切器皿, 并洗着盘和盘坐,使他成成,又把高油倒在亚伦的头上高他,使他成成, 摩西带了亚伦的乙子来,吸他们穿上内袍,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布, 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简单来说,当时在一个神的殿,摩西回幕里面, 这些高油分别为圣语,在弹去七次,在那些器具里面, 什么都要弹,人要弹,器具要弹,地方要弹, 让他分别为圣,只是被一些属灵的工作, 或者一些宗教信仰里面的工作使用。 所以,今天你不知道有没有见到有些人搬屋, 在一间新屋里面,我们要抹一下油先, 这间屋要分别这间屋为圣语,在屋四个角落, 在厕所里面弹一下油,你有没有听过这些东西? 其实有没有需要这样做的呢? 我们稍后再看看。 但是在旧约的时期, 确实有一种分别为圣的功用。 一起讲,有什么功用? 好了,第二就是一些职份去确立, 特别是什么职份呢? 这里讲到了。 原来,特别是那些皇帝,军王, 撒姆尔用高游高扫罗, 高扫作产业的君, 作为以色列的君王。 接着高扫大卫,作什么? 以色列的王。 第一,就是分别为圣。 第二,就是高扫在一个位份里面, 特别是职份, 稍后讲,有三种职份, 但是主要是两种,分别为圣, 第一,就是什么? 第二,就是在职份里面服侍。 是什么? 职份里面服侍。 好了,原来这些所有的高抹, 特别人的职份里面, 有一个角色叫做受高者。 什么叫受高者? 大家知不知道受高者这件事吗? 稍后我们会看。 稍后到新约的时候, 我再解释受高者。 好了,这里讲的是一种, 譬如大卫,因为他被高抹了, 好了,我们主耶和的受高者。 当时大卫已经受高了。 但是呢, 素罗还是皇帝追杀他。 有机会呢, 大卫就可以, 他好像动手, 杀害素罗, 大概是不行的。 因为素罗是受高者。 原来受高者是一种位份, 要尊重的。 就是说, 当他被高抹在那个位份里面, 别人就要对这个人, 这个岗位里面, 要尊重他。 并且呢, 在这个受高者会带来一个附带的, 上帝次遇的能力。 一起说, 次遇的是什么? 能力。 能力。 好像这里说, 素罗他被高了之后, 哇, 耶和的灵就大大感动他, 令到他受感说话了。 神的灵就大大感动他, 在先知中他都会受感了。 本来他不是先知来的, 但是因为神的灵充满他, 但是在旧悦里面, 先有高抹, 再有神的灵充满感动的, 可以吗? 先有那个高抹, 再有感动, 他才有能力的。 所以有一个属灵的次序, 在我们看新药就会知道了。 所以譬如刚才, 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有支麦, 有人拿一支麦出来说话, 这些不是就感说话, 是受感说话。 有一种感动, 譬如同工会问我, 牧师, 我的感动和刚才台上大的是什么一致呢? 我们在灵里面, 我们是不是合而为一呢? 我们在灵里面, 新药的我们的操练是这样的, 在旧药同样地, 他在高抹之下, 有受胜利的感动, 接着他有一种的能力, 一种的能力。 所以, 这个就是在旧药里面, 两大的分别, 分别为圣, 和职份的确立。 职份的确立有三种, 一起讲多少种? 三种。 第一种, 我们叫做祭司, 刚才说的, 有高阿伦那些祭司, 使他成圣, 祭司的职任, 和他的世世代代代, 都要这样受高, 可以吗? 所以, 祭司, 譬如在圣殿里面, 就要这样受高门了。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 叫做什么? 郡王, 一起讲。 郡王。 一般的郡王, 都是高一次的, 但是, 大卫他最特别的, 高三次。 第一次, 在伯利行他家里, 薩姆二, Samuel, 就高了他。 接着, 高他做王。 在哥哥里面, 个个都不高, 就高大卫了。 大卫最特别的, 接着, 他, 受了高之后, 他还没做王。 他中间有一个历练的过程, 待会我们看耶稣就知道。 我们叫做, training for raining。 什么叫training for raining? 本来, 他受高, annoyed to rain, 但是, 受完高之后, 他还未 rain, 还要train, 你明白吗? 你现在听到很wink呢? 现在大家, 哈哈哈哈, 究竟, 原来, 我们生命也是的, 受高没了之后, 需要磨练, 以至到我们能够完成神, 要我们完成的, 明白吗? 大卫第一次在伯利行, 第二次呢, 在西八轮, 就高没做犹大的王, 接着, 再被高没做全以色列的王, 他最厉害的, 高三次。 因为他是耶稣基督, 在地上服侍的一些代表, 他也是祭司, 他也是君王, 大卫也有一些先知性的领受, 写很多诗篇出来, 所以, 其实大卫的生命见证呢, 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 好像先锋, 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展现一样, ok? 第三, 先知, 一起讲先知, 先知, 耶稣华就跟以利亚说, 那你去高, 高那些, 这个哈士作亚南王, 高耶活造以色列王, 还有, 高有个哥哥叫做以利沙, 高以利沙做什么? 作什么? 先知, 一起讲作什么? 先知, 接触你了, 原来以利亚是一个先知, 当时在旧月里面, 三个职份, 祭司, 一起讲第一个是什么? 祭司, 第二个是什么? 郡王, 第三个呢? 先知, 原来这三个职份就是要受高的, 受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分别什么? 遗性, 并且这一个高末是一个印记记号, 以至到圣灵可以感动它, 使到它的能力, 好了, 跳回来了, 刚才那些, 听到大家冤枉那些, 不要紧的, 看新约, 新约, 因为我们是新约, 新约其中一个人, 叫做什么名字? 耶稣基督, 我们一起去读一下《赌量福音》, 预备, 一二三说明, 里门生了救主,正是主基督受高者。 原来基督的意思是什么? 受高者。 那尼塞亚的意思是什么? 大家知道尼塞亚吗? Messiah,知道吗? Messiah是什么意思呢? 尼塞亚是什么意思呢? 尼塞亚,不是歌词这么简单。 尼塞亚是什么意思呢? 尼塞亚就是受高者的意思。 一样的,因为Messiah,尼塞亚是希伯来文。 基督Christ是什么文呢? Crystal的意思是希腊文。 两个字,一个是旧约的名词,一个是新约的名词, 但都是在说什么呢? 受高者。 因为原来有一个遗分,可以吗? 他来到是救主,他的名字叫耶稣, 他有一个积分,这个积分被肯定了, 是叫做受高者,即是基督即是尼塞亚, 行不行? 如果下次人问你,基督是什么意思呢? 基督,受高者。 尼塞亚,Messiah是什么意思呢? 受高者,两个有什么不同呢? 一个是旧约,希伯来文, 一个是新约的翻译,叫希腊文,行不行? 捉不捉到吗? 如果大家有时听完之后, 又基督,又尼塞亚,又救主,又耶稣, 哇,都暈倒了,对不对? 其实是一样东西来的,行不行? OK,好了,原来新约的受高者就是耶稣, 留意了,耶稣受了洗, 在药大河里面, 天忽然开了, 他就看见什么? 神的什么? 灵,仿佛,好像什么? 甲子降下,落在他里头上, 原来新约, 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了, 圣灵降临的, 和旧约不同,旧约需要有一个媒介, 有一个高游, 在一个身上涂抹, 但是新约就不同了, 圣灵就是这个媒介, Amen? 我们再看下去, 圣灵传说,神怎样以什么? 圣灵和什么? 能力来到高拿撒勒人耶稣, 原来这里很强调耶稣是人来的, 耶稣是百分之百人来的, 但是他是不是神? 他也是百分之百神, 不过他限制了自己的神性, 他在地上的服事, 后面有什么服事? 他行善事, 以好凡被魔鬼压制, 神同同在, 原来耶稣在地上的服事, 他所做的事, 是靠着圣灵和能力, Amen? 所以今天, 我和你是否人来的? 你看到我旁边的, 看看他是否人, OK, 如果他是人就行了, 是人他需要一两种事, 需要领受圣灵, 以及需要在圣灵里面得力, Amen? 令我们能够做到上帝要我们做的事, 行不行? 所以耶稣基督是受高者, 一起说耶稣基督是什么? 受高者, 即是基督, 受高者就是基督, 所以耶稣受高者, 耶稣基督, 耶稣尼赛亚, 都是在说同一样东西, 明白吗? 他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 刚才我说了, 旧约有三个职份, 记得哪三个职份? 祭司, 君王, 耶稣身上全部都有, 所以他是我们的大君王, 天使和玛利亚说, 不用怕, 一起导, 好吗? 你在神面前, 已经蒙印了, 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吸他起名叫, 耶稣, 他要, 为大, 称为至高的义子, 主神要把他祖大位的位给他,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明白吗? 大位做王, 都是有年日之限, 但是耶稣基督, 他就不是了, 他是君王, 并且他的国没有穷尽, 所以第一样, 他一个位分是君王, 第二, 他一个位分是什么? 祭司, 请留意, 希伯来书第七章, 他说, 再者耶稣为什么? 祭司, 并不是不起, 习立的, 即是习立了去做祭司, 然后后面说第十章, 他说凡祭司天天就供服侍神, 即是求了的祭司都是这样的, 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都是这样, 这祭物永不能随罪, 只是一种代替的, 但呢, 但什么? 但什么? 基督, 你能留意吗? 前面借着耶稣, 后面转了, 转了 term, 他是什么? 基督即是什么意思? 受高者, 他不同了位分, 如果基督, 耶稣作为人, 他都有一个人子的角色, 做祭司, 但是他有一个属灵的位分, 他是受高者, 除了受高者就不同了, 基督的献了什么? 一次永远的属罪, 就在神右边坐下, 从此等候他, 受敌承掉他的脚椅, 因为他一次献祭, 一起说一次献祭, 一次献祭, once and for all, 一次搞定了, 所以今天你跟我来献祭, 不用拖一只牛上来的, 不用拖一只羊, 否则我们整个毛障外通道都搞不定, 你又拖一只羊, 他拖一只牛塞羊, 入来这里, 对不对? 但为什么我们不用这样呢? 因为耶稣一次搞定了, 一次献上, 所以我们能够被释放, 能够成为一个蒙恩德属的人, 你也说是吗? 所以这个就是祭司的身份, 接着也说到耶稣基督, 他都是先知的职份, 行不行? 耶稣他是先知, 在马特芬说到, 耶稣说, 大凡先知除本家之外, 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所以他看到自己是先知的位分, 也在该撒尼阿弗约比, Cesarea Philippi, 接着问就是, 人说我是谁, 接着有些人说, 你是先知里面的一位, 也就是在他的生命, 在他的福祉里面, 他都是一种先知的位分, 行不行? 说到三种位分, 第一个, 祭司, 一起说, 是什么? 祭司, 第二个是什么? 郡王, 第三个呢? 先知, 先知, 耶稣将这些所有的职份, 集于一身, 好了, 去到这里, 大家认识了没有? 还没认识, 还没认识呢? 在新约的圣经里面, 总有19次讲到关于高末, 刚才我给你看了五次而已, 原来有三种, 我们英文叫三种practice, 三种实际操作, 给我们明白, 所谓对因高的形式, 行不行? 对因高的形式, 第一种, 就是实质的, 捉操, 捉操一下, 절操一下, 原来有三个希腊字, 就是讲这种, 关于恩高, 关于高末, 第一个, 在路加福 ин, 亚冉書都讲到, 用香膏抹 deity's shoulder, 或者用油去为病人祈祷 有没有看见?雅各书 所以原来第一种所谓和这个恩糕有关系的东西 是一种好像physical rubling 一些实质的捉住 并且原来为病人去到没油祈祷 禁食的时候要梳头 原来梳头这种磨擦也是恩糕 刚刚我去看中医 有个基督徒来的 三牧师,你大牧师帮你老婆捉起头 接着我说,为什么? 他捉起头就令他精神一点,睡得好一点 我又这样说,你有空捉起头 你捉起自己都可以的,头发都会生多一点 我又没那么努力捉起头 下次我们可以试一下 不知道行不行 这种也是一种摩擦 好像有时候按摩 原来留意这种字 意思是多数出现 都是说为病人祈祷的 就是捉一些油 所以在新药里面 我们会不会抹油为人祈祷? 会不会? 会的吧? 但是我们必须抹油去抹油 在新药里面 不是很多说到一定要这样做 因为我们分别为圣的方式 不同于旧日 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圣灵里面 第二,请你留意一下 第二,他有另一个字 这个字是说到一种高 耶稣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圣灵在他身上 因为他用什么? 高我 然后叫我做什么? 全福音级 贫穷人 差遣我报告 鼻佬得得释放 核眼得得看见 叫那受什么? 原来第二种的 第二种的 一种的practice 或者这个字的意思 或者在新药里面的观念 就是从神而来的能力 完成神给我们的任命 兄姐妹 我们今天 原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属灵 人生有意义的 你明白吗? 我们全活在这个世上 上帝是一个很大的目的 给我们每一个人 但是有时我们靠人的力量 做不到的 我们要靠神 圣灵的帮助 所以我记不记得 大卫高了末之后 神的灵感动他 但是他还未立刻做王 他中间经历过历年 耶稣基督有没有留意 他在约旦河受浸 圣灵来到了 圣灵好像仿佛高末一样 在他服侍之前 去了一个地方 去了哪里? 看到吗? 耶稣在约旦河受完针 然后圣灵降临身上 然后他马上去了哪里? 曠耶四十天 在那里面对魔鬼 撒旦的试探 但是感谢神 他没有犯罪 所以弟兄姐妹 我跟你今天的生命 今天我们要靠神给我们力量 完成任务 Amen? 我们生命是有目的的 Amen? 你的人生很有目的 要靠圣灵给力量 这里告诉我们 刚才读过一段经文 圣灵和能力去高 拿撒勒人耶稣 Amen? 我住马湾的 我都要靠圣灵和能力高 马湾牛志山 你明白吗? 圣灵和能力高 大布娘与生 圣灵和能力高 西贡的包得灵 因为他很强调耶稣 是一个人性的一种展现 而他的示范是靠圣灵和能力 Amen? 所以今天我们要不要靠圣灵 要靠圣灵得力 而这个能力帮助我们行善事 一起说 帮助我们做什么? 行善事 医好凡被魔鬼鸭 就是说他有病 有被鬼附 都要释防 Amen? 但是今天大家都知道 多少人 我们想做好人 做不到呢? 大家都知道做好人 不过心里面有些恶念 歪念 邪念 你不想发脾气的时候 不知道发了脾气 有没有试过这些? 你不想贪心的时候又贪心了 有时大家都想做好 不过没有力而已 所以我们要靠圣灵和能力 Amen? 圣灵和能力 帮助我们 而圣灵和能力高我们 令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力量 可以完成 神要我们完成的 可不可以说阿门? Amen 还有这个呢 完成任命 在很多后书 在希伯来书都说 哇 基督兼顾我们 并高我们的就是神 原来神要高我们每一个人 Amen? 所以刚才我一开始问 你知不知道你有没有高末 原来每一个人 我们都是受高的 Hallelujah 你喜爱公义 恨护罪恶 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用什么来高你? 喜乐又高你 聖过你的同胞 我们大家都要充满一种喜乐的生命 第三种 亦都是刚才一开始读 在药汉一书 讲到这种高末 原来这种高末是带来的结果 就是令到我们可以明辨是非 能够懂得分辨 有一种什么叫Determine 有一种Determine The Power of Determine The Ability of Determine 能够分辨的 所以你说有这个 受了这个因高 知道一切的事 这个知道的原文叫做Genosco Genosco 原来Genosco和Ideo不同 看到我讲过 一个叫认识 知道一下 认识你就算了 你在Facebook 你在Instagram like了他 follow了他 你好像认识他那样 但你是不是真的认识他呢? 你跟他有没有生命的那种连结呢? 原来我们跟一个人 比较真正的认识 这种Genosco 知道吗? Genosco 我认识Aster 我认识他 我有他Facebook 有他Instagram 我认识他 但是我对他的认识 和梁宇森牧师 和阿司母的关系 是否不同呢? 不同 阿森牧师 和Aster 那种就是Genosco 那种合一到 大家已经分不开了 明白吗? 比较生命就像两夫妻那样 但我对他认识 也认识了很多年做朋友 但是我们可能是Idiol 有些更深层一点 我也未必对他认识的 但是上帝就要求 我们每一个人 不只是Like了上帝的Facebook 也不是Like了上帝的Facebook 也不是Like了上帝的Facebook 而是我们要跟神 就好像两夫妇 所以上帝就用男做女 两夫妇的关系 好使得我们明白 神对上帝的创造 为什么他说 那人独居不好 要做多一个女人 是的 其实就让我们明白 这个世间上 我们有个家庭做单位 因为神要让我们知道 祂想我们的关系 是一种叫做真正的Genosco 给予此认识 知道这一切的事 后面讲到这个恩高 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这恩高是真的 恩高的教训 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知道吗 我们知道真理 不过做不到 不过不要紧 圣灵帮助我们 所以三个层面 在新药里面 第一个是真的用油去捉 多数在医病里面 第二个层面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被高 有能力完成任务 第三个我们被高 能到分辨有Determine 所以有没有留意我们教会 与圣灵同工 活在真理中 这个真理就是明辨真理 我们大家都对真理有认识 并且知道了 好了 总结一下 恩高就是神 圣灵同在的彰显 再说一次 什么是恩高呢 就是今天你有圣灵的同在 有一种的彰显 就好像咸蛋一样 咸蛋好味 是会出油的 如果你是一个有圣灵充满的基督徒 你也有一种高流出来的 你明白吗? 明白吗? 所以你先看看你旁边 是不是出油那一只 哈哈哈哈 而是有一种高抹 有一种生命的见证 有一种力量流出来 是神和圣灵同在的彰显 Amen Amen 就是这样 所以这里说 遵守我命令的 哇 就是神在祂里面 在祂里面 就有圣灵了 而圣灵就是高我们的神 有一种印记 印在我们里面 可不可以讲阿门先 好了 简单来说 我帮你做个总结了 什么是恩高呢 两句话 第一 就是耶稣基督 恩典的高抹 一起讲什么高抹 恩典的高抹 一种我们叫Grace Grace 有两个层面 记不记得 Grace God's Redemption on Christ's Expense 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 God's Riches 神的封性 on Christ's Expense 就是恩惠 行不行 有一些是关乎 恩典是和救赎有多些关系 恩惠是和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封性 我们原来在耶稣里面 这些都会因为有这个封性 Amen 不单止我们有耶稣恩典的高抹 哇 插住了 还有圣灵恩慈的高抹 我们迟些会讲关于圣灵恩慈 所以 但我们今天 大家要提醒我们都在恩典里面有高抹 Amen 所以没错 可能有挑战 突然有病 突然有这些 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有恩典的 而且恩上加恩 Hallelujah 所以 最后提醒 基督徒是受高者 蛤? 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你是受高者 你信不信自己是受高者 你想想 基督徒 刚才说基督是什么意思 受高者 尼处是什么意思 受高者 受高者 那我们是基督的徒 基督的门徒 英文叫做Christian Little Christ You are a little Christ 我们是小小基督的 就是小小受高者 是不是? 所以你看看你旁边 可以说 你是受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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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为后治 所以我和你都是受高者 Amen 所以你要明白 你有这个位分 上个星期Hugo跟我们说 哇 我们是儿子 成继产业 对不对 天天叫你上班 你很辛苦 跟你说收租 你自己落袋 当然不累 对不对 原来一天 唐生的是你 你是上帝的儿子 上帝的女儿 Amen 有一个位分 受高者 Amen 所以帕帕的教练 我会说 你是受高者 哇 很厉害 对不对 好了 最后第一题 大家有三个角色 耶稣基督 有三个受高的角色 原来我们也是 第一个 什么 祭司 你和你家人说 你是祭司 哇 唯有 你们被简署的造略 是有什么 君王 什么叫有君主祭司 就是说 哇 这个大君王耶稣 我们是祭司 Amen 什么叫祭司 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中间人 很厉害的 你是上帝 和世人中间的 agent 是的 你现在这个agent 不是帮人移民去加拿大 你是帮人移民入天国 很厉害的 对不对 你站在中间 你就让他能够 因为你的缘故 进入到永恒的生命 Amen 所以你知不知道 你是一个很厉害的身份 你是一个 受高者祭司 来的 和你另外那边 跟你说 你是受高者祭司 哦 有另外一个职份 叫受高者先知 哇 正所谓有祖之 就没有先知 对不对 哈哈 你是受高者 先知 原来我们靠着圣灵 我们有一种恩赐 恩赐的高末 可以作先知 是吗 这个呢 如果大家不太记得 不要紧 你知道就算了 我们过两次 十一月的讲道 我会讲关于恩赐 的 下一次 我都会还讲恩高 因为有些奇怪 究竟有没有 这叫做 transfering of anointing 恩高的转移 哇 你坐过这张椅 我为什么 梁雨昕牧师坐过 下星期我就要坐这张椅 他的恩高 留在那张椅上 我觉得坐完立即就有 嗯 有点高 有点肥高 哇 你拿个筷子 我要拿你的筷子 哇 有恩高 所以现在 很多古灵精怪 有些教的状况 就是 哇 这支麦 哇 巴牧师用过 我拿他的筷子就很厉害 我拿这支麦 就唱歌 像雙人牧师那样好听 因为为什么 有恩高 这些东西 令到我们有时候 真的很丢心口 真的 我们丢心口 不是好像你老婆 打你那些 我们丢到自己 觉得 有些 不是那么正确 我下次就讲这些东西 OK 但这次呢 不好意思 我做一些 非宗教 宗教的应用 用旧约里面怎么看 耶稣基督的 即是旧约里面 高梅的位分 耶稣基督这三个 受高者的身份 我和你 其实今天你什么都不记得 只记得一件事 我们是受高者 对不起 我用了大家半个小时 其实想说一句话 我和你都是受高者 那你今天有没有听到 有没有听到讲道 今天哪讲道 说什么 我们是受高者 今天晚上很睡得着 我和你都是受高者 我和你都是受高者 第三个位分 你知不知道你是君王 但是你是君王 to be 不好意思 这里说 我们呢 若与基督同死同复活 你今天复活了没有 哎呀呀 这个是说 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和他一同作王 就真的到千年 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呢 你还没做皇帝 记住 你顶多都是做公主和王子 所以 弟兄 你看看旁边的男子 就跟他说王子 姐妹 你见到旁边的女子 就跟他说公主 告诉他 你是王子 你是公主 是啊 你是君王 to be 不好意思 知道什么叫君王 to be 即是你将来才是君王 但是我们有这种的 生命里面这种的应许 行不行 所以有三个角色 我们是受高者 我们是受高者 祭司 我们是受高者 什么 善治 我们是受高者 君王 to be 等耶稣基督再来 所以我们基督徒 最后 最后的最后 圣灵作印记 今天我们的受高 不用一来就找银友 逢你了 每个星期 而是我们需要圣灵 知道吗 一起说 我们需要什么 圣灵 受高分别 什么 遗世 旧约的 我们和旧约的不同 方向一样 方法不同 行不行 旧约的方向 继续在我们里面 敬拜的方向一样 方式不同 原来这种受高的方向 都一样 但是呢 我们那个方式不同 今天是被圣灵受高 但是 我们这个圣灵受高 写到我们可以 分别什么 违圣 第二 得着什么 能力 一会说得着什么 能力 要完成任务 所以今天呢 有很多基督徒的群体 哇 我们都要追求 哇 那种的灵里面 哇 那种更生 但是不做功 不服侍主 不传福音 不去为病人讨告 不去做其他事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问号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我们要被圣灵高抹 在不同的遗份里面 做到要做的事 Amen 今天 你明天回去学校做工 明天你回去银行做工 回去医院做工 回去公司做工 其实你也是需要 圣灵给你力量 工作 Amen 我们要带一个小组 带敬拜 做不同的事情 我们需要圣灵给我们 能力做工 Amen 所以我们靠圣灵帮助我们 为主耶稣基督作见证 还有 我们受高抹的要传扬 什么 福音 神的灵在我们身上 用高什么 高我 叫我传福音 什么叫福音 就是好消息 一直说福音就是什么 好消息 有恩典有祝福 有时候魔鬼的工作 就是要我们不释放 劳略了我们的喜乐平安 有时候会蒙蔽我们 看不到 让我们压制 但是感谢神 在基督里面 我们有恩典 是吗 好像今天Andreel分享的见证 有时候心里面 觉得猛烈 不开心 和家人的关系 但是在主的恩典里面 眼睛的蒙蔽要拿走 生命里面 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可以很自由地去和家人重建关系 可以家庭里面有更多恩典 Amen 因为耶稣说 报告神什么 越纳人的系列 神爱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有自己的不足 但是神爱我们 Amen 神越纳人 人的行为 未必每一个行为 我们都同意 但是人我们是爱的 同不同意 我们爱罪人 但是不爱罪行 Amen 这个神越纳人的什么年 什么是欺年 原来每 明年就是复兴教会的欺年 七七四十九 四十九年之后 每七年有一年安息年 七个安息年之后那一年就是欺年 所以明年就是复兴教会 第五十年欺年 完全的自由 欺人钱 不用了 一不勾销 你是做奴隶 不用做奴隶 反正你是自由 不用找人和你熟身 所以那些 结婚四十九年 五十年那些 不要马上走去 那些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结婚五十周年 那些 但是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意思 Hailey 是一种 total freedom total redemption 完全的释放 完全的救赎 感谢主 这个就在基督里面 我们的恩典 所以 我们是受高者 Amen 有祭司君王 to be 先知的职份 Amen Amen 高抹在我们身上 分别为圣 可以吗 分别为圣 有能力完成任务 全福音讲好消息的任务 让我们一起起身 好吗 记得整篇讲到今天 最重要的提醒大家是什么 你看看旁边 啪啪它 提醒它 我和你都是什么 受高者 Hallelujah 但记得 记得 受高者有一件事 要做的 是要完成什么 任务 你完成任务 不要忘记了 我们有这么重要的心 神给我们力量 完成 祂要我们完成 是吗 我想敬拜队 带我们唱一首诗歌 哇 这首诗歌叫《新酒》 要劝固我们 好像身游一样 它让我们可以做医治的工作 跟着我们一起去到领圣餐 好吗 Hallelujah Amen 好 又感到主的恩高 圣灵的大能充满我们 Amen 我感觉 爱出生 要充满我们 中间 神有神灵 存在隐形 爱它一致的恩典 一起去拍掌好吗 我感觉 圣灵正教观众教会 心情它所见 尊荣 要尊敏 Amen Amen 我感觉 圣灵 充满我们 圣灵的恩高 他们充满我们 圣灵 圣灵正在运行 爱圣灵自第一点 就是这个恩高 在我们中间 我感觉 圣灵正教观众教会 心情它所见 尊荣 要尊敏 今天是主说明定的日子 持有的时刻已来到 創对 说明定的日子 完全都 要尊荣 来 販乎 这里 要尊敏 ây 欣 请求教管代价 请写恩教说不尽 得喜乐充满我 请有留下大树上的恩教来宣扬我主荣耀 我们选择这个新邮 这个新酒酒馆我们 请求教管代价 请写恩教说不尽 得喜乐充满我 请有留下大树上的恩教来宣扬我主荣耀 我们选择这个新酒 今天就要大大宣传 心旧教管代价 心旧恩教说不尽 得喜乐充满我 我们选择这个新酒 只有留下大树大 人 恩教来宣扬我主荣耀 帮助我们的目的 帮助我们的全阳福音 帮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位分 我们看错我们生命的尊贵 有君主的祭司 哈利路亚 帮助渴慕圣灵那种恩高恩赐的高门 帮助我们经历在基督耶稣里面 救赎恩兴的高门 耶稣我们多谢 赞美祢 哈利路亚 祝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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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高者 祂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是尼采亚 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和祢有份 在福气中有份 所以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去领受圣参 这也是我们教教的信仰里面 一个很大的祝福 提醒我们没有份便有份 明白吗 明明我们是罪人 靠自己搞不好 但耶稣帮助我们 破破烂烂的关系可以得到恢复 可以有勇气站在神和人面前作祭祀 祝福我们的家可以恢复 让我们的生命找回价值 Amen 所以我们一会一起领受圣参 圣参纪念耶稣基督降世为日 为我们走上十字架 圣参纪念祂为我们流出补血 洗净我们的罪 所以待会我想请我们的长老牧者来抹饼 如果我们未信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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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饼和杯 你传开就可以了 这是基督徒信耶稣的 无论你在别的地方信主 我们今天邀请你和我们一起去领受圣参 但如果中间有些家人朋友来到 我们说牧师 原来这是耶稣基督恩典的高末 我也很想在我家里有很多恩典 很想我生命里有这个恩典 好像遮蓋住 什么恩典的高末 就是耶稣的补血遮蓋我们的生命 魔鬼想控告我们 控告不行了 因为耶稣代替了 祂是我们承担罪业的高阳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家里的朋友 新来的家人 你说牧师 我都想接受这份恩典 我都想信耶稣 我都欢迎你 带你家人来到我的左边 我们都想欢迎你 和我们一起去领受这个祝福 如果你有些亲人 有些朋友 今天来了 如果未信耶稣 未正式打开心 接受耶稣 我都欢迎你 又或者你来过教会很久 但是远离了上帝 我今天要回转 我今天将生命 你也可以来到我们这里 好吗 左边我们有一个 叫做信耶稣有永生的 我们都很想为你祈祷 如果你有家里有新朋友 你不要介意 我想邀请你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欢迎你 谢谢主 还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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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回传回到耶稣里面 还有没有家人 你可以问一下家人 哈利路亚 有没有家人 有没有家人 感谢神 感谢神 要将生命再接归给主 Amen 我请天帮我带着行徒 祈祷 其他顶尖 我们祝福这个饼饼 这个杯 好吗 多谢你耶稣 Oh Praise the Lord Praise the Lord 你掌声好吗 Wow Amen Amen Praise God 欢迎你 你们前面 哈利路亚 还有 还有 掌声没有给他停 好吗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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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很想今天 自己在这里 跟神 耶稣 多谢他的恩典 好吗 我先做个祝福 耶稣 多谢你祝福这个饼饼 这个杯 叫我们有恩典 有祝福 今天是一个归荣耀给你的日子 今天是一个将生命交给你的日子 今天是一个感恩的日子 有圣灵的高抹在我们中间 所以我们祝福这个饼 这个杯 让我们有很大的恩典感恩 有恩典的记号 让我们众人同在 我们如此行 为的是要纪念耶稣基督 奉耶稣的名字去祈祷 Amen 好吗 我们来分发这个饼 这个杯 前面的童谷可以带领一些朋友去祈祷好吗 决志 其他童谷我们拿到这个饼 我们去纪念 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放在住面前 要省察 我们有罪的 我们有不好的 主要求你都是赦免我们 我们有时候可能讲话 有时候可能做事做错了 我们的动机可能有时候歪了 有时候我们有很多 不想做就做了 主要求你赦免我们 赦免我们 可否第一次 回到主面前 带着一种圣灾的心 求圣灵在一起的更生 高抹我们 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 Hallelujah 分别为圣 归向你 今天是一个蒙恩日子 今天是一个蒙恩日子 第一节目 拿着一个饼 一个杯 我们去祷告 用方言用性去祷告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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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主 多谢主 感恩 感恩 感恩我们有这个 在我们里面 感恩耶稣基督 感恩你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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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饭后也拿起杯来 他说这个杯就像祂要为我们流血一样 洗净我们的罪 我们无能力自救 唯有靠耶稣 今天我们再一次在主面前 求祢赦免我们 我们犯错对不起 我们做得不好对不起 我们软弱对不起 我们要悔改 求祢赦免我们的罪 再一次领受这个杯 是纪念耶稣祢的血为我们流 我们无事可夸 再夸十字架的大爱 救责之恩 主要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我们无得拿起指头指责别人 乃是彼此相爱 因为爱可以遮掩许多的过错 主要求祢帮助我们 这样去爱 好像祢爱我们一样 因为主我们纪念耶稣基督 祢为我们流的补血 遮盖我们的罪 哈利路亚 救日的问题要一笔勾销 钉在十字架之上 我们感恩祷告领受奉耶稣的名字 感谢主 祝福大家 在基督里面是受高者 我们这个礼拜要起来完成任务 传扬好消息 辟致相爱 靠圣灵的能力 让我们做一个更好的弟兄 更好的姐妹 耶稣爱你 祝福你 哈利路亚 祝福我们的罪 哈利路亚 今天是迎生日 如果您报名可以留下 和我们一起分享 阿利路亚 耶稣爱你 祝福你 ink benevol� 提供 点 领 大家